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冲突 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 他说了一句话真实让我们 疫情的这种爆发反而可以 正好可以促使这种制造业回流美国 中国人是讲究道义感 就是这种道义上是很说过去 我们处于海洋问题要 维权与维稳相统一 安全与发展两个轮速 并驾期许 但是我们担心的是 就是越南会有一种事 好话说尽快是做去的 就是很多这些国家呢 经济上依靠中国 但是呢安全上依靠美国 所以它实际上是矛盾的两个方面 它是不对力挺低的 美军在我们全国紧张抗议之际 发布声明指责我们中国海军的驱逐舰 用激光照射他们的海军的巡逻机 究竟发生了什么 那么只有一种情况 那就是被搜寻了机 刻意地在我们军舰上 选选 这样他们有 从时空上讲 有这种可以发现这种情况的机会 再就是 它刻意地就是做这种逻辑推行 所以说我觉得从 客观技术方面来讲 这本来是一个很难成立的 一个小干預的事情 这个事情的背景是怎样的 您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 欲驾之罪和患无辞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这么讲 大家可以想一想 目前疫情的局势特别紧张 从中国人的这种心语来讲 就是我们都发生这样的事情 然后美方还在前方进行挑衅 美国的商务部长罗斯 他说了一句话 真是让我们打叠眼睛 他说 疫情的这种爆发 反而可以 正好可以促使这种制造业 回流美国 中国人是讲究道义感 我觉得这种道义上是很说过去 作为南海问题研究专家 您认为南海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本质实际上 就是中美之间的地缘战略通促 对中国来讲 我们要经略海洋 我们要走出大洋 对于美国来讲 它要保持这种 战略层面的这种地缘战略 这种优势和这种军事存在 因为原来虽然名义上 我们南海有好几方 但实际上从军事实际来讲 是美方一直在那边转移 所以实际上它打破了双方的这种地缘战略品 那您认为2020 这个南海形势的走向会是什么 2020年南海形势的走向 那就是暗流涌动 波爵云归 我们主要还是从中美双方去切入这个问题 比如说预计预测 美方会继续做什么 它一直不停的这种 环球自由行动 这种环球自由行动 它也还会继续保持 但是它也会做一些战略层面的变化 来进行向东方的施压 这些变化实际上 从2019年的一些 环球自由行动已经能看出来 比如说双战进行 再比如说建计系统 从今年年初的这种情况看 越南的中国是比较多的 如何能够加强这些国家 从东北亚到东南亚之间的合作 化解美国试图制造的防御链 就中国和这些国家的合作 甚至还可以向南衍生到澳大利亚 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对于中方来讲 首先第一点 一定还是要扎实地做好军事独中准备 因为这是物理层面的 基础层面的 你的军力墙把自己做好了 那么外方带着你来小心 有这种实力电脑 也就都没有问题 我们处理海洋问题要 维权与维稳相统一 在讲国内发展的时候 通常讲的一句话 叫安全与发展两个轮子 并驾系区 第三个轮子 优优独突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